Otus集團星期一發布2020年加國房產稅率基準報告 深入分析了包括溫哥華在內全國十一個主要城市的商業和住宅房產稅率 報告顯示溫哥華的住宅稅率增幅最大有14.23% 這增長反映政府加大居民的稅務負擔 但商業稅率就大幅下降27.85% 另外,商業和住宅的稅率就下降36.84% 成為11個城市中跌幅最明顯的城市 此外,在2019年前的20年內 溫市商業和住宅的物業稅比率一直高於4比1 2020年是繼去年後該比率連續第二年低於4比1 報告還指出,商業稅率降低 主要是因為BC省府在疫情期間 將商業稅當中的學校稅部分降低了70% 如果不止,漁場稅率要稅率高於5分 所以說明你利用稅率降低了70% 90%的電量和都在未確保 是誰,你練作為了 你不斷有建議的故事 每次你會在士尤其中的學校稅率